报导报导 报导报导我来报告 大家好 我是报告人谢寒冰 这个海坤号被人发现 他暗测有超过70个专案没有通过 那之前本来宣称说 海坤号的驳岗测试即将完成了 马上就可以进行出海测试 但是那个马上是在哪里马哪里上 不知道 这个立马已经不知道马到哪里去了 那反而是传出有超过 这样70个项目没有通过测试 那请问一下这个潜舰还能用吗 台湾的所谓的自制潜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这是台湾第一艘 自己制作了这样的潜舰 那可是台湾确实也缺乏相关的技术 所以从一开始很多人就在质疑 海坤号到底 他我们能够自制多少 有多少技术需要从外面引进 那我们的掌握又在什么地方呢 然后结果当初蔡英文夸下海口 说什么 说2024就要成军了 可以服役了 当时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我当时在台湾很多媒体上就讲 这根本不可能 这是骗人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一个稍微有基本 对军事有尝试的人都知道 台湾是第一次造潜舰的 你第一次造潜舰 你什么技术都不会 然后人家今天这个技术从 可能从A国引进 另外一个从B国引进 你要把这么多的技术整合在一起 这么复杂的一项工作 你告诉我 你能够比美国造潜舰都快 创下全世界造潜舰最快的记录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而且一直到去年的时候 我们很多所谓的红须装备 其实当时都还出现问题 据说都还没有装上 那在这种状况下 你在2024怎么可能成军呢 那现在不出所料 果然传出来了 现在其实只是细港实验 就是把它放在港口边 让它浮在那里 就已经测试有70多个专案位过 那请问一下 那你海测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 据说现在海测要延到明年第一季 你确定有这么快吗 今天他们会不会用 用另外一种政治宣传的方式 也就是其实很多东西根本没测过 但是呢 我先成军 先海事 他搞不好海事到一半 就先跟你成军了 然后告诉你好棒棒啊 那实际上呢 他根本还不堪用 然后接下来我再慢慢磨 今天这70多项的专案 到底为什么没办法通过 为什么会让海事必须推辞 其实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光是一个来自各个不同国家 各个不同规格的系统 你要整合在一起 就要花大把时间 然后技术一部分来自美国 一部分来自韩国 甚至一部分来自一些不能说的地方 那你要整合就更加困难 那甚至有一些 你取得了这个设备没错 可是原厂到底有没有提供技术资源 都很难讲 所以我认为现在70个问题 我认为还是少的 恐怕很多问题他还没有告诉你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个人认为明年如果就要海事 我都觉得太快了 因为你说明年第一季 听起来好像已经比原来推迟了 可是实际上呢 也不过在半年以后 你觉得70几项缺失 潜艰可是玩命 你说船顶多就是不会动 潜艰是不是沉下去扶不起来 你就完蛋了事情 这种东西可以这么草率吗 但是我刚刚也提到 我认为民进党会用各种话术 各种方式 想办法让他看起来 好像很快就成军了 然后尽量不会拖到后面的预算 让他能够再争取到预算去盖下一艘 然后中间发生什么问题 慢慢在改 慢慢拖 反正只有他们内部人知道 外界也不得而知 任何人 任何民意代表 想要去问说 你现在进度到底怎么样 他到底能不能用 我告诉你 民进党就有一刀无上法宝就会弄出来 什么法宝 你为什么要去刺探这些军事机密 你是不是中共同路人 你是不是帮老共当猴舌 你是不是想要泄密给老共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民进党的法宝 然后目前在野党对这一招完全没有办法划警 我认为明年海事还真的可能会出现 但是他真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没人知道 那从明年开始台湾要编2840多亿 来去采购七招后续前件 那他也很贼 他第一批先给你编20亿 这什么意思你知道 因为20亿小钱嘛 那你在野党也觉得 编这么一点小钱我就让你过 那一旦让他过就投过生就过 因为你预算已经编下去了 你后续预算如果不拨 你是怎样要停工吗 要变成烂尾浅界吗 不可能嘛 动作都已经开始啊 所以你头一过了 后面就逼着再来一档 你非同意不可 因为你不同意就没办法借了 那钱就白花 所以这是民进党惯用的招数 预算案本身是很恐怖 为什么 因为海坤号叫做先行 先行测试型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以前没照过浅界 所以我们见海坤号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测试所有 他可能出现的问题 你要测试他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测试完得知他的缺点跟优点之后 才把这些修改的项目 用再下一勺 你这样才到时候 你才能真正估算出 你到底需要多少预算 还有他到底能不能用 其实世界各国都有发生过 你先行测试型 一测试之后发觉根本不能用 设计根本就是错了 要不然就是过度昂贵 然后后面量产型就不生产了 因为计划错误 可是现在我们连这一招浅剑 到底能不能 钱下去浮上来都不知道 他到底能够发挥多少功能不知道 他有什么缺点 我完全一无所知 然后你现在就先编预算 未来运气好的话 追加预算 几乎是百分之百 跑不掉 运气不好的话 到最后钱就丢在水里头 什么都没有 这是最可能出现的状况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浅剑真的是为了要增进 台湾的防卫能力吗 恐怕不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台海之间的战争 是发生在台湾海峡 一旦台湾海峡出现战争 浅剑其实在台湾海峡没什么用 因为太浅 所以在我看来 浅剑案真正的目的 不是为了增加台湾的防卫能力 而是增加民进党的发财能力 他赶快先把预算先编上去 未来他们中间 经手人就可以发财了 至于这艘浅剑或后续浅剑 到底能不能用 要追加多少预算 这不在民进党的考量范围之内 赖清德上台之后 大家都在关注他用人的想法 到底是什么 结果他最近任命了一个 在台湾开拉面店的日本人 这位人叫野奇孝南 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 那这个野奇孝南和赖清德 私人关系据说很好 可是你以前私人关系很好 这个跟政务顾问关系到底是什么 而且你还是卖拉面 这次赖清德找了一大堆的顾问 资政 其实过去这一阵子 已经让很多人跌破眼镜了 找了一个九十几岁的阿公当资政 还是自己的亲戚 然后找了一个卖药电台的 来当这种顾问 我就不知道卖药电台 可以给他什么顾问 顾什么问 我都不晓得 那现在最新的一招 居然政务顾棍找了一个 在台南卖日式拉面 我不是歧视日式拉面 日式拉面其实要做得好也不容易 生意要好更不容易 人家有人家专业的地方 可是可不可以有人告诉我 日式拉面到底跟 就是政治的关系在什么地方 拉面做得好吃 所以他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意见 我真的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你说如果这个人他平常在商业界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 也许你可以说他工商方面的一些特殊能力 或是他长袖善武 都不是啊 现在目前看起来他就是什么 跟台南市政府的关系很深 那为什么跟台南市政府关系很深 因为赖清德过去是台南市长 他从那时候跟赖清德结缘 然后彼此之间有很深厚的交情 所以当时的台南市政府也聘他当顾问 那你说一个地方政府聘他当顾问 虽然已经够离奇了 但是好歹他是当地的人 他在当地开店 所以也许勉强可以说 大概可以顾问一下 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 赖清德任命这个人 这个日本人来当政务顾问 你要说他不是仇佣 我都想不出来有什么好 其他的好解释 因为我们难道能够借由一个拉面店老板 就促进台日关系吗 这不是很奇怪吗 一个拉面店老板 他到底又能够提供什么 非常优秀的建议 建议以后赖清德每天中午要吃哪一碗拉面 是要去吃哪一家的 还是什么日式的点心以后是赖清德需要的 不然的话我不知道 他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意见 我想这个人在日本几乎都没有人认识 我们台湾人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人当政务顾问 我真的不懂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 与其说他是请他来当顾问 不如说他想要明确地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信赖得永生 只要你跟我赖清德好 只要你跟我有私人关系 什么烂事我都愿意帮你扛 什么东西我都可以交给你 但是如果你与我为敌 或是你不是我这一挂的人 那抱歉 你连个汤都别想喝得到 我觉得这就是他非常明确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那当然最近还有一个姚立民 这一个很多人叫他三姓家奴 说他是吕布 因为他从新党又跳到好几个政党 后来又去帮民进党 他还曾经加入一个红党 那也曾经倒过扁 就是到处好像都有他的角色 那也曾经帮过柯文哲 后来又跟柯文哲翻脸 跑去帮小英 那现在又帮赖清德 那这样的一个人 对 他是学法出身没有错 他有法学博士 可是他 他那个学校不能说是野鸡大学 但是在世界的法学界的地位并不是很高 然后他自己本身在法学方面 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也没有什么实物的经验 也没有当过律师 也没有当过法官 也没有当过检察官 什么都没有 他甚至被人家查出来 他最近这十几年 总共只写了23篇论文 而且几乎没有人引用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写的这一论文 请问一下 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学术成就 老实说在整个学术界的地位不高 在法界的地位也不高 请问一下这个人去当副院长 他适合当这个职位 要赋予他这么样高的一个地位 这个不是仇用又是什么 可是赖清德没在管这些 实际上赖清德很明摆地告诉你 我就是仇用 他这个动作其实 我觉得还蛮明确的 就是你看连姚立民这种三姓家努 我都可以仇用 还给他这么高的职位 所以投靠我的好处 你们看清楚了吧 所以你们其他派系的人 还不赶快投靠我吗 还要继续站在蔡英文那边吗 还要继续站在其他派系那边吗 来我这边才有饭吃啊 你留在那边只有苦头可以吃啊 那这么明确的讯息 你觉得那些见风转舵的政治人物 那些屈言覆试的政治人物 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消息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是借由任命日本人 任命阿公 任命姚立民这些人 来告诉大家 你们现在全部都要向我效忠 向我效忠就会有好果子吃 不向我效忠你就准备回家吃自己 甚至你可能锅铛入狱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正常来说 以这种少数的政府的状况 他应该要尽量去拜会朱立伦 拜会柯文哲 想办法跟他们取得一个共识 想办法协商 好让他的政策可以推动 可是你有看过赖清德干这件事吗 完全没有 那赖清德就算在立法院里头 你有看到他想要协商吗 完全没有 什么东西就是硬干 反正到最后立法院我干不过你 我想办法叫大法官视线 就是把你挡掉 所以赖清德根本不用装 依据我们现行的体制 除非他是杀人放火现行犯 不然的话谁也拿他莫可奈何 所以至少在他这一任之内 他高兴干嘛就干嘛 他干嘛装 就是这样 赖清德本来就是这样很嚣张的人 那我们刚好又给了他一个无限权利的 这样一个嚣张的职位 所以他干嘛要装 根本不需要装 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真的不用期待他会装 赖清德从来就不是这种人 最近我们这位所谓的波特王 这个所谓的台独网红 绿营网红 他又开始想尽办法清绿 他爆料所有蓝白的阵营 在2023年7月的时候 在TRAFT上面创建大量的网军账号 非常可怕 你看在2023年7月突然之间 这些蓝白的网军蜂涌而出 结果被人家发现 2023年7月就是TRAFT正式上线 连赖清德也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登记了他的账号 那请问一下赖清德 难道也是蓝白的网军吗 他曾经跟蔡英文那个时候 选举的时候他就选边站 他去拍一个短视频 来在网路上爆红了 说什么因为我想把你宠坏啊 这些东西 然后我想我当初年看了不想看 因为我看他这个人 我当时还不知道他什么人 我看他那个态度 我就觉得很恶心了 我根本不想看 那后来才知道 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结果他前一阵子就开始了 因为他流量一直在往下掉 他大概想说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前一阵子他就开始去想说 开始用爆料的方式 说很多台湾的网红已经被大陆收编了 去在帮大陆宣传什么重庆的美食 哪里的美食 这个是为大陆宣传 这在进行统战任务 甚至还预告说 马上就有一堆网红会去新疆 去宣传新疆当地有多好 那他现在实随之位又来了 说就是他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什么秘密 就是Tress在去年7月的时候 2023年7月 突然之间有大量的蓝白的网军 去登记了这个账号 所以你看蓝白早就有计划了 想要占领Tress 然后在那边去带风向 在那边引导 讲得跟真的一样 那结果呢人家一查 Tress就是去年7月成立 那你去年7月成立 大家都在那个时候登记账号 这到底有什么好奇怪 那甚至因为去年有选举 所以赖兴德也在那边创立了账号 所以赖兴德是蓝白网军 搞了个半天 大水冲倒龙毛庙 大家都自己人吗 是这样的意思吗 所以这是很丢脸的事情 也就是这些网红 第一个不学无术 第二个连基本的查证都懒得查证 就硬要去讲说 你看你看你看我又抓到又抓到 实际上像他这样的人你以为很少吗 在台湾一堆这种人 每天随便抓到一个 这个时候有大量的人 在讨论同样的话题 他就告诉你这一定是网军 这一定是老共在认知作战 这一定是故意操作的 一个话题会红不就是因为很多人讨论吗 如果没有很多人讨论 这个话题就不会引人注目就不会红 这个基本的逻辑都想不到吗 所以只要很多人讨论不利于民进党的东西 就一定是网军 是这样吗 所以这种认定方式真的超级简单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是认知作战专家 反正只要不利于民进党 你们又讨论那你们就都是网军 所以真的不要丢人现眼 之前这个波特王就爆料 说你看你看 很多台湾的这些网红艺人 都要去大陆拍片 有人就莫名其妙中担 因为只是刚好这个时候 可能在那边接到工作 甚至刚好自己跑去旅游而已 就去一堆艺人 比如说像谢杰玲 然后甚至像一些其他的这些人 都中担 很多人就只好出来澄清说 不是我只是自己自费去玩也不行 我只是刚好在那边接到工作也不行 但是谁在管你 他们这些1450这些青鸟 还是一个一个去露搜霸凌恐吓 管你的就骂你一波就对 但是问题来了 波特王自己 很快就被人家抓出来 他也自己跑去北京拍片 不是吗 那如果照这样来讲 如果这些人是中共同路人 是认知作战 那你是中共同路人始祖 你是原祖中共同路人 别人都冒牌你才是正牌 是这样 你是因为看到 你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中共同路人 这个招牌 所以才要去检举别人 这不是非常好笑吗 那实际上 波特王本来根本不是这一型 他最早本来是不讲政治 可是后来他发觉 他这一套劲就没人吃 所以他发觉好像靠到政治人物这边会比较好赚 然后就当年就去帮蔡英文拍那个片 也曾经在绿营媒体还有绿营的这些知识者 掀起一股旋风 可是政治激情是会过去 当政治激情过之后 大家发觉没有了 没有了 波特王没有流量 那怎么办呢 所以波特王为什么最近这几个月 一直不断的在去检举这个检举那个 说谁是中共同路人 谁在帮大陆工作 其实目的在干什么你知道 目的在告诉大家 在告诉赖金德 Hello 我在这 我可以帮你拍片 你可以给我流量 你有什么标案我可以帮你接 讲难题一点就是要钱 就是这样子 每一个人都要生存我可以理解 重点是你们要生存 只能够靠抹黑别人 只能够靠污蔑别人 只能够靠乱扯一通吗 我刚刚提到了 像这样生存的人非常多 比如说四叉猫 四叉猫以前曾经跟民众党很好 所以他常常没事就在秀民众党党政 还秀了一大堆 他跟民众党政治人物的合照 可是他现在在干什么 他现在每天都在消费民众党 他那网红很多就是这样 像四叉猫这一类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什么良心跟道德感 他们要的就是流量 要的就是走内 要的就是赚钱 就是这样子 但是绿营自己也要小心 因为四叉猫今天会这样对付民众党 哪一天他发觉整个风向转 他这时候就会去踩你民进党 两脚 就是这样子 很正常 所以台湾的这些网红 就是在这样一个 专门培养垃圾的土壤长大 所以培养垃圾的土壤 生产垃圾 这到底有什么好奇怪的 所以你去骂他或干嘛 都没有什么意义 而且他们有走在法律边缘 你也不可能用法律制裁他 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 不要听 不要看 不要理他 让他们自然消失 因为你每一次讨论他 每一次去点阅他的影片 每一次去骂他 抱歉都在帮他制造流量 你要知道物理有一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也不要去谈论他的任何东西 这样子才能够慢慢把它边缘化 谢谢大家的收看 保导报道 我们下次见